国语有生善书 圣贤唐善书 地狱犹记 主诸先佛为济公活佛 第34回 三犹诸心小地狱 欲七月开鬼门 济公活佛降 诗曰 中原普渡鬼门开 地府幽魂成兴来 七月逍遥三十日 人生得一步多回 圣氏 七月鬼门大开 好兄弟到阳间来散散心 故七月俗称鬼月 凡事美多禁忌 怕充犯鬼魂 世人如能时时刻刻敬畏鬼神 自然不犯过错 鬼门既开 游明著书多少有阻碍 然有我既颠和尚在此 因鬼字会避开 阳生不必惧怕 鬼是人的化身 见怪不怪 怪字王 我并不怕他们呢 那才好 快上联台 准备游明 我已坐稳 请恩师启程吧 已到了 快下联台 前面是鬼门关 鬼门关片门已开 王魂拥挤夺门而出 各个脸带笑容 好像呼吸到新鲜空气一般 七月鬼门关准开片门 凡平民屈之王魂皆能轮班出游 美人好像出龙之鸟 故得意忘形 向阳静而来 这些王魂遇到我们为何都闪避呢 因我们身负欲止 毫光闪闪 故王魂未知 是否地府鬼魂每逢七月全部放出呢 非也 七月鬼门虽开 但已放出平民屈王魂为主 因平民屈王魂生前无何功德与罪过 被安置于地府平民屈 过着人间般生活 平时不能离开暑区 逢七月地关大赦 准其轮班度假 至于因府鬼道在十五日时可部分出狱寿普渡 佛教约 于兰盆会及道教所云中原普渡 地府官员平时极有固定休假日 不在此线 此为因府生活大概情形 扬升快上连台 我们直付十六诸心小地狱参观 我已坐稳 请恩师启程 已到了 快下连台 遵命 御官已来迎接 向御官及诸仙官参驾 今日我们师徒又打扰 请指教 客气 阴逢七月 黄泉道上交通较为混乱 二位辛苦 哪里 我们已在关外参观过 看见亡魂欢喜之情 足见自由之可贵 二位请入狱内参观 我再调暗隐证 已劝识人 甚谢知 我看牢内罪魂悲戚惨容 更甚于前日 到底是啥原因 阴逢七月 凡一般无罪阴魂皆能出狱游玩 这些罪魂生前也听人说 七月是鬼魂天下 今日心想能够解脱轻松一下 哪知 家所束缚 身无自由 羡慕着他人放假逍遥 自己被关注 阴差无情 还是照样施行诸心之行 故心愁长劫 悲戚有甚 世人当提早准备 做好人 行好事 不要犯罪 死到地府暗无天日 更乏自由 因时间不早 我先调出二位罪魂出牢 自恕前非 多谢 鬼差无情 利刃剖凶 鲜血直流 惨不忍睹 我已调出二魂 快向寄功活佛及阳间 台中圣贤唐阳 擅声坦述 生前作恶详情 以灯载地狱游记 劝势度人 说来无面子 我因终年丧偶 色心未泯 有一日 在乡村郊外 陆遇一少女 一时色心大发 看四处无人 便向前拥抱 强拉入附近甘蔗园内 准备强暴 该少女一再挣扎哀叫 求我放开 因我已失去理智 加以恐吓 如不服从江与杀死 最后其中屈服 而受我之蹂躏 事后我甚觉得后悔 虽该少女无报案查办 然我心愧 时常自责 不久因病身亡 魂道阴府 明王大怒 因我已承认过错 所以无惊涅静台 直送五殿 判入诸心地狱十年 诸我好色心 强奸心 至今已受苦四年多 每日痛心悔过 但亦失足成千古恨 后悔已是来不及了 强奸处女 毁人一生 罪大恶极 虽你自责身亡 知过悔改 但此罪无法可补 万恶银为首 自投罗网 莫怨天尤人 劝世间之人 切勿犯此淫业 如有犯者应塑在 先佛面前忏悔 立下大怨 或印赠地狱游记千步劝世 即可设减其罪 否则地狱有份 再命第二位罪魂 快昭出生前作和恶虐之事 否则言行不待 我痛苦万分 有话难言 因生前一念之差 造下滔天大罪 受苦不尽 恳请济公活佛解救 生前风流过多 逍遥无限 招来恶报 我从何处设你之罪 还是认命吧 我太凄惨了 济公济不相救 我亦无法 只好自招前千 我生前为一位继承车司机 因没有受过良好教育 常常非为乱作 嫖毒瘾样样齐全 尤为好色 在车内装有黄色对白录音带 如遇单身女客上车 便遇播放 以挑逗引诱 有者遇此大驾 我缺德鬼 色魔 但我兴灾乐祸 全无害羞 有一次夜里 再到一位少女 生得甚为艳丽 我色心大起 立即放出黄色录音带 并加快车速 将其载至荒郊 以刀威胁而强奸之 如法炮制有三次 不幸五年前一次超车 发生车祸 一命呜呼哀哉 利剑牛头马面 以铁锁扣押而赴名府 经过各店审查而交来五店 判入朱新地狱三十年 每日受苦 后悔已是太晚 希望杨善生回杨后 转告杨人 生前所作所为 死后到阴间一一结算清楚 难逃刑罚 只恨自己浅见 造下大罪 此魂罪孽深重 被折扬寿十年 早收回地府 以除恶孽 待本欲受刑弼 将打入阿比地狱 永不超生 世人应以此为鉴 色为万恶之首 凡不正之交 或强奸妇女 或在车内播放黄色录音带 等之恶行 因律不赦 如不慎行 后日已是无法补救 诸心之行 比其他刑罚要苦万倍 世人切勿 媚心做事 否则报应临头 悔之莫及 因时刻已到 阳生准备回唐 多谢御官及将军 快上连台 遵命 我已坐稳 请恩师回唐 圣贤唐已到 阳生下连台 魂破头体 由到诸心地狱 让小编想起之前 在一本善书中提到 有一次在国外开法会 先佛亲自献身临谈 讲到因果报应 与六道轮回时 可能有些班员起疑心 认为没有地狱 先佛就只是拿出相机 随意往空中一照 结果洗出两张外国人 在地狱兽行景象 一张是割舌 另一张是剖腹 都有如现场实际拍摄 那样令人触目惊心 先佛借向来 警醒众生是不得已 可能有人不以为然 其实劝善之显化照片 人犯不早去伪造 这两张照片在道场流传已有多年 照片有打上马赛克 若想要看原图档 请email给我们 此书已经好久以前 约70、80年代左右 信者横信 不信者切勿毁谤 我们每个人要始终保持着善 自然恶就会远离我们 若过去有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望大家多行善积德 多印善书经书 孝顺父母 修道助人 快点atic 转播剧の中谓 启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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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